为进一步迈向环保通勤 到了明年底 SMART将在70个地下地铁站 采用人工智能技术 以减少冷气系统的能源消耗 预料每年将能节省超过 7000兆瓦时的能源 这相等于大约1500个 四方式组屋单位 一年平均使用的能源 巴耶利巴和麦波深地铁站 已率先适用 要在炎热天气下 为地下地铁站供冷气 需要消耗大量能源 目前冷气系统 按照地铁站内的情况调节温度 但这需要时间并可能浪费能源 而SMART采用的人工智能技术 则可以预测 站内接下来一小时的情况 并做出相应的调整 试炼显示 系统将能源消耗减少5%到10% SMART之后 会在东西南北环线 和汤深东海岸线的地铁站 采用这个技术 Train is the greener's mode of public commute in Singapore We are expanding our green initiatives through intelligent facilities management in our stations to lower energy usage These are part of continued efforts to reduce our carbon footprint and contribute to a greener Singapore SMART也采用科技协助清洁工 例如在卫生间装衣感应器 探测氨气味 加上乘客反馈 将有助清洁工知道卫生间 是否需要清洗优化清洁资源 提供机来讨设计 但是我们在卫生上测氨气 oru健康安装